你绝对想象不到啊 眼前这位身穿僧袍的和尚竟然是一位身家百万的隐形富豪 你更想象不到的是啊 他竟然与四百位陌生美女发生了关系 让他们为自己生下孩子 事情败露之后 和尚直接被师父逐出了寺院 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啊 世人却尊称和尚为佛佛转世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下面我们一起来走进花和尚吴冰 背后不能言说之谜 2010年厦门一个普通的寺院之内 一个看上去精神肃穆的中年男人 正在接受住持的超度 男人名字叫做吴冰 出家之前呢 在浙江地区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商人 开的是豪车住的是别墅 身家呢更是不可估量 可令所有人都没有想象得到的 生活条件如此优渥的富商呢 却有一天放弃了所有选择 皈依佛们成为了一名和尚 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穿上桑袍之后 他并没有好好的永经念佛 而是穿门挑美女下手 让他们为自己生下孩子 从他出家到现在呢 吴冰已经晋升为四百多个孩子的父亲了 这些孕妇有女白领 女大学生等等 可以说是上到四十六岁 下到刚成年 时间久了 外面是流言四起啊 医生呢 直接将吴冰拉入了黑名单当中 住持也是受不了外置的低派 直接将吴冰盖出了寺庙 外界直接给他冠上了花盒上的头衔 可吴冰对这些流言蜚语啊 从未理会 只表示自己对得起因果 对得起初衷 于是呢 义无反顾的走下去 直到后来 他与这些陌生美女们的关系 逐渐的被揭穿 外界才知道 吴冰这并非是风流 而是在渡人呢 他真的是婆婆转世人 此话怎么讲呢 这还得从吴冰的婚姻开始说起 1999年 吴冰的妻子终于怀孕了 由于两个人是近亲结婚 孩子患有先天疾病的几率是非常高的 于是害怕孩子出现问题的吴冰呢 便去寺庙许愿 他表示 如果自己的孩子能够健康的出生成长 那么自己50岁的时候 定会出家潜心修行的 不知是吴冰的全程感受了上天的 还是上天的眷顾 总之呢 结果是好的 吴冰的女儿健康无恙 可几年之后 吴冰与妻子的婚姻却出现了危机 胆情脱离的两个人呢 最终是分道两条了 吴冰曾表示 世间所有现在这些男人所经历的 我之前都经历过了 对于这种世间 这些所有的尔虞我诈的这些世间 感到无比厌烦 所以在2010年 他遵循承诺出了家法后道路 正式的吴冰只有35岁 他决定远离尘世纷扰 一心修缠向国 可两年之后的一个夜晚 突然找上门的女人 却打破了这份年纪 随后越来越多的女人找到吴冰 他们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花和尚道路怎么会被称为伯伯转世呢 由于时长的关系 本期内容将分为上下两节讲解 如果你想知道花和尚吴冰的后续 欢迎点击右侧头像进入主页 再点击刚刚看过 查看下集精彩